6月19日 电视剧丑闻已经可以在视频平台前两集观看 这部电视剧由韩采英等演员主演 讲的则是一个现代都市版的谋杀亲夫与妓女复仇的故事 该剧的开局剧情 当作韩剧版本的五大狼与潘金莲的故事来看 也十分贴切 这种狗血家复仇的模式 在全球各地的电视剧市场当中 都占有一定量的比重 电视剧丑闻开局的第一集 采取了倒序的方式 中年女主角已经在影视圈顺风顺水 并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电视剧收视率佳绩 在电视剧播出完毕之后 她召开了庆功宴 这个庆功宴 有点类似咱们国内的一些电视剧 播出之后 即便是质量极低 也都开座谈会 各种吹牛皮 一句题外话 很多开座谈会吹牛皮的电视剧 更应该开反思会 丑闻第一集当中 中年女主在庆功会上 已经出现了各种女性敌人 但是这些敌人都停留在斗嘴上 庆功宴的中途 中年女主来到楼顶 接到一个电话 继而神秘人出现 稍后正在事业上生气的中年女主 竟然从楼顶上摔下来 到底是谁谋害了这个中年女主呢 该剧的第一集 算是给大家留足了悬念 而从第二集开始 这部电视剧进入到了正序的阶段 当年的中年女主 还是青年阶段 这位女主在派出所所长的介绍之下 认识了一位开医院的中年院长 这位院长很是老师 颇有一点咱们中国老实人武大郎的意思 我们不妨叫院长为大郎哥吧 这位大郎哥独自带着一个闺女 妻子在闺女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 和咱们中国的武大郎相似 韩国的这位大郎哥也是很有一些财产的 当然咱们的武大郎需要买吹饼 走街串巷 韩国的这位大郎哥则不同 他有自己的私人意愿 很是赚钱 资金丰厚 武大郎和韩国大郎哥都是私营企业家 女主角看上大郎哥 也是因为大郎哥有钱 在所长的介绍之下 大郎哥和女主很快进入到了婚姻状态 然而 好戏才刚刚上演 女主 也就是这位韩国的金莲 开始算计自己的保姆 通过用计策的方式 把这个保姆驱赶走了 保姆走掉之后 金莲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这个金尼了 大郎哥忙于医院的事业 当然没有时间照顾女儿 这么一出后妈虐待金尼的戏码 上演了 这还不是全部 原来 女主金莲竟然和所长思通 而且 他俩其实正在设计一个更大的计策 让大郎哥在这个世界上消息 然而 意外发生 俩人在酒店行一番好事之后 打闹着从酒店当中出来 正好被大郎哥撞到 大郎哥人虽然憨厚 但不傻 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媳妇和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干了什么好事 两方的撕扯剧出现 和中国的五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相同 在韩剧丑闻当中 女主角也毒杀了大郎哥 这位大郎哥被毒死之后 因为有派出所所长的帮忙 所以一切都按照正常死亡的方式进行 继而 女主继承了大郎哥的产业 成为妖缠万贯的人 这个幕后的派出所所长 也是得力不少 无幸当中的万幸 大郎哥的女儿没有喝那杯毒牛奶 这个小女孩最终顽强地长大 她要开启复仇模式了 在咱们中国的五大郎与潘金莲故事当中 帮助五大郎复仇的 是好汉武松 而在韩剧丑闻当中 来复仇的则是22年之后的大郎哥的 已经长大的女儿 显然 韩剧观众们更喜欢看女性复仇剧 这类谋杀亲夫 占据财产 继而被复仇的故事 属于典型的烂俗伦理剧 因为有派出所所长的加入 这部电视剧更是自带了一些 对韩国权力部门的讽刺意味 在稍后的剧情当中 这个所长利用手中的财富 实现在政坛上的开挂模式 当然 这个所长和女主 最终也分道扬镳 多人之间 只有肉体关系 利益关系罢了 在丑闻后续的故事当中 这个经联更是进入到了 影视剧工作当中来 继而 影视娱乐行业和韩国的政坛 发声关系 出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些丑闻内容 这些戏份 又可以是维世韩剧当中 一个重要的题材分支了 韩国财法讽刺剧 丑闻当然是狗屑的 但这类狗屑 还是有一定量的市场的 喜欢这类狗屑剧的观众 不应错过它 没关系